有關舒適堡這個狀況 香港政府是非常之重視 也都已經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 專責小組去跟進 就住直到今天下午4點鐘左右 我們兩個執法單位 海關和警察 是一共接獲1,979個舉報 牽涉的款額9,500萬 目前我們海關仍然就住 不良銷售營商手法去跟進 而警方就是巡視是否 有其他刑事成分 包括詐騙或者虛假程序 進行跟進的